最近,保利尼奥回归恒大的消息,传得沸沸扬扬,就在今晚,著名足球记者叶惠在微博中,晒出了一张保利尼奥身穿恒大球衣的绘画图,并配文导, 等于实锤宣布,中超历史上口碑最好,最传奇的外源,保利尼奥真的回来广州恒大了,相信网络上很多球迷都已经骂声一片,无非就是恒大免费送人出去一年,还要抛钱买回来等等, 其实,作为球迷,特别是恒大球迷,对这个转会完全应该是欣然接纳,转会内幕不是我们球迷能够知道的,球迷也不需要知道,恒大迷只需要知道,恒大很需要保利尼奥, 就算下半赛季已经是保利尼奥连续两年没有休息的赛季,但他的抗衡能力,扣插赏能力,仍然是中超最好的,就算在巴萨,保利尼奥不也是靠这一点做了半个赛季的主力球员吗? 恒大的中场问题已经非常明显,政治真的要退了,黄博文退不明显,古德利难以统领全场,料力声,徐欣也没有达到接班的要求, 恒大上半赛季节节败退的争结就在中场,如今,保利尼奥回来后,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的前后场覆盖能力都非常强, 他和塔利斯卡,政治的中场组合,将会是中超最均衡的中场,也是最有纵深的中场,中场有了硬度,自然恒大的封线就能获得更多的机会, 而且,据巴西媒体爆料,恒大给高拉特的标价,严重脱离球员实力, 言下之意,放弃了购入高拉特,这样的话,恒大可能会留下高拉特和阿兰, 两人不管谁在前场,他们和同是巴西人的塔利斯卡和保利尼奥都不存在配合问题, 不管是哪三个人出场,都不存在太多魔法问题, 现在想想,恒大老板许家印的一番发号施令,换来的绝对是广州恒大天翻地覆的变化, 恒大用仅剩的两个外援名额,签下塔利斯卡和保利尼奥, 中超霸主的地位,看来恒大还要继续做下去了。